分資料到這個YouTube的這個資料 資料表裡面 YouTube資料表裡面的現在 現在看一下顯示一下 裡面 比如說裡面的目前的比數大概就10來比 假如說可能到3那3之後的話也許我希望再找到那個4的 比如說第1、2、3 4有幾點 有些沒有 比如說我找到了我希望怎麼樣呢 在這邊做分享 分享的部分的話我該怎麼做 其實主要就新增 這個編號 然後名稱 跟連結 這幾個欄位把它做insert進去 那你手動新增你只能 設計者才可以 可是一般人你必須提供 頁面給他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增加一個頁面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之前還沒講到那個insert的部分 那其實如果說你要新增的話 我上禮拜講過嘛 greview其實不適合 為什麼因為greview裡面的編輯跟刪除很簡單 可是insert因為他沒有辦法 有一個輸入的地方 所以呢如果你要insert資料最快的話 理論上 比如說detailview 這個可以 detailview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 逐個逐籃的去新增 或者還有一個 phoneview也不錯 phoneview呢用起來其實更簡單 所以這兩個的話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等一下先試試看phoneview怎麼來做 phoneview部分的話呢 各位或者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的書上也有講到那個phoneview的部分 OK 那我用phoneview的部分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地方 在84億的地方 有phoneview控制項的使用方式 那phoneview其實就解決什麼 比如說呢 你之前如果說呢 沒有phoneview的時候 我必須要 用一個label 然後一個test box 一個label 一個test box 你變成你要先自己把那個 表單建立起來 那phoneview呢解決什麼 他會自動去偵測 你有幾個欄位 你必須 他會自動幫你顯示 就是 把你之前要做的自動產生 那馬上就可以做insert 所以如果你的要求並不高 或者你的客戶 要求不多 而且他的預算非常的低 可能就是 幾萬塊的預算 那你要他他你做一個東西的話 用這個就好了啦 然後他說怎麼這麼陽春 很抱歉 你的 你的預算就只能做 買到青柴蘿蔔 你不要買到大魚大肉 所以這東西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要做得很漂亮 我需要美工的 我做得很漂亮 當然要另外 多花一點費用 OK那裡面他可以做到什麼 編輯新增 刪除跟新增 他可以針對某一筆資料去做動作 那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 我們一樣 在我們的方向官裡面 按右鍵新建 一個新的項目 其他人 一樣 先進去